自新冠病毒全球爆发以来,相信很多小伙伴跟小兵一样,已经在家里工作了有几个月了。 除了厨艺见长,不知道小伙伴们的体重有没有跟厨艺一样有所增加呢? 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可是贴球标的季节转眼也已经到来了。 疫情期间我们外出少,只吃不动腰身健宽,很多小伙伴们还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 这不仅仅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对精神和睡眠可能都会有所影响。 今天的内容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几个居家必备保持健康的注意事项和一些运动健身小妙招, 让长期宅在家里工作的你也能够充分利用闲暇时间锻炼起来。 疫情以来由于很多人在家工作总是以不良姿势久躺或者是久坐不动, 或长时间保持静态生活,时间一长我们的腰背部激励失衡, 导致腰间盘内压力增加,因而产生腰痛。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不妨试试小编总结的如下几种方式。 一,保持健康的体重。 很多小伙伴们最近倾诉说精神压力增加,饮食无规律, 且压抑性食欲增强造成体重增加, 这会导致腰椎复活增加引起腰痛。 想要减重就一定要培养定期运动的好习惯, 特别是保证核心肌群的训练, 同时腰椎的稳定性、平衡性、协调性都能随之增加, 因而达到减少慢性腰痛的发生率及复发率的目的。 二,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 服按工作的小伙伴们切记不要长时间久站或久坐, 每30至40分钟应该站起来活动一次, 有助减轻腰椎的负担, 避免腰椎肩盘承受过大压力, 并且在提重物时运用适当的技巧和姿势, 避免弯腰抬起重物, 如果你必须抬时重物, 先蹲下, 然后保持腰椎直立再向上抬, 必要时可以寻求他人的协助或使用适当的辅助工具。 三,健康营养饮食。 除了坚持定期运动以外, 良好健康的饮食也是保持身材的重要原因之一, 俗话说三分练七分吃, 所以看出饮食占减肥健身的比例是举足轻重的, 少了外出吃饭的机会, 在家做饭的我们可以更好地选择利用新鲜优质的食材给自己做健康餐, 这不仅节省了我们长期在外吃饭聚餐的开销, 与此同时, 也是对自己身体长期处在高油高盐的饮食环境中的一个良好调整。 长期的居家, 身体晒太阳的机会可能也会比平时外出上班减少一大半, 专家建议可以适当补充维生素、 低核钙, 提高身体免疫力, 尤其在疫情期间, 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那哪些运动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来实现在家运动的趣味性和持久性呢? 小编总结了以下几款健身类型, 让疫情期间长时间在家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爱上健身。 1.Hate高强度锻炼方式 Hate对有长期健身的小伙伴们来说并不陌生, 这几年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方式在全球火速流行起来, Hate的全名是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翻译过来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 也就是在训练中变换训练强度, 使训练强度高低交替进行。 家里有跑步机的小伙伴们可以试试慢速跑90秒, 中速跑60秒,冲速跑30秒, 如此重复20分钟左右。 如果没有跑步机的小伙伴们可以进行原地跑的这种速度变化训练, 以是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 大家也可以选择做一些深蹲和Push Up平板支撑等动作, 适应过后再来借助一些力量, 比如亚铃和狐铃来逐步增加难度。 高强度训练的最大优势是效率, 这种类型的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燃烧最大的卡路里和脂肪。 每次小编在家练完, 第二天起床都会感觉到全身酸炸, 但确实收获感也满满。 2. Tabata训练 Tabata训练由日本学家 Izumi Tabata发明, 包括8轮20秒的运动和10秒的休息, 总共4分钟。 Tabata模式被设计用于几乎任何运动, 绝大多数的动作利用自身的重量来运动, 无需再购买其他健身器材。 就小编个人而言, 比起hate来, 我更喜欢Tabata的训练方式, 因为它更有趣味性, 难度系数也比hate低很多, 动作主要有自重深蹲, 胯下机掌跳跃, 开合跳, 简易burpee跳等等。 运动起来占地面积小, 哪怕是健身新手小白都很钟爱的运动方式呢。 3. Just Dance和Rainfit Adventure 很多小伙伴跟小编抱怨说一个人健身无聊, 跟着视频做运动, 趣味性不高, 很难坚持。 那么到底有没有好玩又可以实现燃烧卡洛里的健身宝物呢? 那就请你试试两款即健身和娱乐于一体的游戏吧。 自从疫情以来, 小编就在家里玩Just Dance, 小编发现仅仅一首歌的时间就会让人大汗淋漓, 平时做其他运动感觉很难坚持半个小时, 但是跳Just Dance, 七八首歌的时间差不多也有半个小时了, 自豪感觉不到疲倦, 在运动的同时就能听音乐, 这样的健身方式也许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吧。 Rainfit Adventure, 这款售价80美金的健身环, 也是疫情期间每次补货都会销售一空的抢手货。 它为那些脚痒的人提供了完美的家庭锻炼解决方案。 配件之一的健身环是一个有弹性的塑料圈, 就像一个巨大的方向盘, 它方便挤压用于肌肉锻炼, 另一个部件腿带, 能够更好的测量和跟踪你的运动。 整个游戏的设计与理解让体验者感觉更直观, 如跟随游戏剧情, 轻顿慢跑、蹲起、仰窝起坐和瑜伽姿势, 对膝盖有问题的小伙伴来说, 拥有趣味性的同时还不会伤害身体。 与此同时, 这款健身环还可以监测心率。 今天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找到最适合自己在疫情期间健身的方式呢? 小编想说的是, 不管你选择哪种健身方式, 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 而不是一味的要追求最好的效果。 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的居家健身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讨论当中, 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开启小铃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